所以老师是做得了第二座灯塔 他们做了什么可以为我解惑 解惑就是有不明白的事情就可以帮你解决掉 解惑 为我增加功课给我不担 课是给你学习吗 打好基础吗 因为如果只是单单学习 你并没有做练习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自己 到底有没有吸收到当天的知识 他们什么为我解惑 这时候就叫倩宜回答 倩宜每次会给正面的答案 他们什么为我解惑 是我解惑 是你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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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认识的 在父母那边 那个是细心指导 写什么啊? 可以文心写什么啊? 老师没有伤害你,还一笑而过,没有笑 老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导 所以教导就是要 传授知识给同学们吗? 他们细心教导 刚才写了,刚才用了细心,在第二个slide 细心培育 什么要用其他的? 他们 耐心教导也是可以啦 我们换一下耐心教导或者是传授各种知识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来的 所以有听有两个耐心教导 因为应该是新用的,我们就要欢喜他的 为我解脱 此外,他们不断鼓励支持和指点 我鼓励你们 让我在 什么你 能够坚定信心 洋帆前进步迷失方向 OK 要填这边吗? 要填这边之前的,你看一下 他接下来他是写 洋帆前进步迷失方向 洋帆 指的就是 那些帆船 要出发之前,他们会打开那个帆 应该找照片给你们看 所以,作者他在这边 他不是写 能坚定信心,勇敢踏前一步 向前奔跑 他不是写着写 因为他要配合灯塔 这个题目 所以他就用了洋帆前进 所以他有 关联的 因为如果讲,他们是我的灯塔 让到我可以勇敢向前跑 灯塔 它的主要作用是让船可以走 可以有方向吗? 不是向前跑 所以他有 关联的 灯塔就是洋帆前进 所以让我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作者他 比喻成洋帆前进嘛 所以他是把自己比喻成一艘船 毕业时张开翅膀 努力飞向更远的 OK,如果 这个同学他写 毕业时张开翅膀 努力飞向更远的地方 所以读一下 让我在毕业时张开翅膀 努力飞向更远的地方 里 能坚定性行洋帆前进 你明明写张开翅膀要飞 可是你这边洋帆前进 都没有关联 所以要写出有关联的答案了 在未来社会里 没有到这样远 没有到这样远 我们是一艘船 然后老师是登塔 让我们可以在传授知识 让我们在学习的海洋里 或者是浩瀚的学海洋里 或者是浩瀚的学海洋里 都可以 学习的海洋 浩瀚的学海 学海 学习的学 不是那个 你们是看太多恐怖电影 还是读太多毒鸡汤 因为灯塔嘛 他比喻老师是灯塔 然后我们要洋帆前进嘛 既然我们是一艘船的话 必须是要在海洋上前进的嘛 所以要配合到有海 这个字啊 所以学习的海洋 或者是浩瀚的学海里 所以下次写作文的时候 要有关联的 你看 题目是灯塔 所以我们就不要写 车 就是啦 灯塔是给传的嘛 所以到这个 17分了 所以除了老师和父母之外 还有第三座灯塔 就是朋友啊 朋友照明我的内心 让我感受到什么 朋友就像一座灯塔 照明你们的内心 让你们感受到什么 朋友 哈哈 哈哈 从未有过的尾 你被朋友背叛过啥 这个 这位同事 朋友让我感受到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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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问一些 国性 你不能说为了什么 哎呀 照明 照明吗 朋友照明 照明 照明 就是照亮我们的内心 有光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什么 有灯照相我们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什么 嗯 嗯 感受到刺眼 嗯 一定要写这么不好的词 对吗 嗯 让我感受到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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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天里面有 有有 火啊 有灯 温暖 可以了 温暖 女慰藉 也是可以 嗯 冬送她 你一定要 啊 对 无论是 克里克歪 她们都陪伴我 就是不管是在学校 还是学校外 她们都陪伴我 协助我去走 我的什么 去走 就指赶走 赶走 你啊 什么 他们陪伴你吗 就不会 你就不会觉得 怎样 嗯 被影响 孤单 孤单有啊 因为 她陪伴你嘛 朋友陪伴 就不会感到孤单 朋友 协助你 帮助你 我们就不会感到什么 有人 当有人协助我们 我们就不会感到什么 哦 因为如果 如果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我们 我们就觉得如何 如何 如何 赶走你的智商 什么东西 我 就不会感到无助 无助 无助 论利 有人写孤单了 可是我不可以讲她的名字 啊 啊 啊 有人帮助你嘛 因为有人帮助你嘛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无助啊 不会觉得 helpless 所以有情可以增添生命的色彩 哎 使我快乐 还有积极 我独难 对 所以作者她很感谢人生海洋里 啊 因为是配合题目叫灯塔 所以她也把她的人生比喻成海洋啊 感谢人生海洋里有灯塔的指引 我会勇敢的 什么 勇敢的 怎样 切记啊 切记 千万要记得 作者是把我们 是把自己形容成一艘船 这些是灯 勇敢的站在原地 潜下去 为了航行 我勇敢的航行 航向光明也是可以 因为灯塔嘛 灯塔会指引你去光明的方向 灯塔不会指引你去黑暗的地方 向前的航行都可以 哦 很厉害 向前的航行 站在原地 很厉害 很厉害 现在一年 你的幽默又增长了 可以写下来了啊 这篇文章 靠 你们的 努力完成啦 成功填充完 小的 就 烈太难 嗯 啊 嗯 嗯 有了 第十 i saw i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每个人类菜鸟就以它为标准 代表其他人都超好的 这篇灯塔的文章我们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其他的 这篇叫 这篇叫牵动心灵的声音 我们要讨论 现在要讨论的 所以这个题目叫牵动心灵的声音 牵动指的就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感情波动的 所以有什么声音可以引起你的感情波动 当你听到这把声音 你的心跳可能会跳很快 会让你想起一些事情牵动你的情绪的 然后声音不单单是指人的声音 也可以是动物的声音 科技产品的声音 大自然的声音等等 声音都是可以 只要它可以牵动你的心灵 让你听到这道声音 你会想起一些事情 勾起你的回忆 勾到吗 人的声音通常可以是像刚才灯塔的 那些有老师父母朋友的声音都是可以牵动心灵 可能是父母的一些安慰你的话 父母骂你的声音 让你听到决定悔改 声音 声音要声音 不是行为举止 如果是他的行为 已经弄到这个声音也是可以 动物的声音的话 那么通常动物的话 就会是宠物 自己养过的宠物 他的声音让你 非常的怀念 还是什么 科技产品的话 通常科技产品 因为你现在就是用着电话电脑 电话铃声 或者是闹钟的铃声 你听到闹钟铃声 就会让你想起 要早起去学校的生活也是可以 因为你们很久没有去学校了 可能很久都没有听到闹钟铃声 电话铃声也是可以设置的 所以是专属铃声 大自然的话就是那种风吹的声音 叶子沙沙的声音 所以声音有很多 写字的声音也是可以 那个笔写字 当然音乐也是可以啦 可是你喜欢的那些歌 它可以牵动你的心灵 也是可以 所以想好啊 那笔什么声音可以牵动你的心灵 我们在镜子前 你们来写一下 有什么声音可以牵动你的心灵的 狗声音那个是什么来着 这通常是歌音乐狗的声音 还有没有人讲话 看这个同学很喜欢宠物啊 可以聊可以聊 你们会想念学校的凌晨的吗 Gameshooting上可以牵动你的心灵吗 可以吗 可能可以啦 我没有什么玩 就是有东西掉进水的吗 哦喜欢下课零食 下课零食也是可以的吗 不一定要上课 最开心下课的时候可以放学回家 去试堂买东西吃 哦朋友说话的声音 就是喜欢那种聊天很热闹的声音 我是谁真是有创意啊 刚经的声音哦 是很多很睡觉 OK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你们大概都想到了 OK 开头 看开头可以怎么写呢 因为每次都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想到了内容可以写什么 可是不懂要怎样写开头 所以我就找了三种方式 不是两种 是三种打脱资料 三种方式 OK 第一种是开门见山直接点题 因为题目是牵动心灵的声音嘛 所以你可以开头就直接写 学校铃声没有人喜欢 大家想下课铃声 所以你可以咯 下课铃声是牵动我心灵的声音 钢琴声等等 你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嘛 谁谁谁唱歌的声音 是牵动我心灵的声音 都可以 就是直接开头第一句写这个 然后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个声音会牵动你心灵 这样就写好开头了 第二个方式就是 运用疑问句 设置悬念 就是你可以像这个这样 这是什么声音 刚才我是谁写了很多那种 弥生词啊 旺旺啊 妙妙啊 就可以用在这边 就可以写这是什么声音 然后旺旺旺 或者是咕咕咕咕咕咕 这些可以设置悬念啊 这样读者看的时候就会好奇 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 是作者养的宠物 还是邻居养的 这些他们会好奇啊 就是疑问句 可以设置悬念 下语 下语那个滴答滴就可以咯 第三种就是联想回忆啊 就是例子是这个 小明起床啦 这几天总是想起妈妈的声音 就是想起来 如果是要配闹钟的话 就是滴滴滴滴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要起床去上课了 哎呀这是我写的例子来的啦 可能你去 可能去输车住了 看不到妈妈 所以这个可以记录下来啦 因为 有时候你们不知道开头要怎样写嘛 开门键上会比较容易啊 就是直接写 不用啰哩啰嗦的 写太多 这是开头 因为三个三分 要加快 诶 你可以写这几天总是想起泡泡的声音的 是可以 随便可以改 OK 写了开头后就可以正式进内容啦 如果刚才不是选择 开门键上的方式的话 就要就必须要在内容一写出 是什么声音牵动你的心灵啊 最好就第一段就写了 这是什么声音不要偷到最后的 因为这个 因为 你们刚才都想了啊 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 所以 内容一可以跟内容二连结啊 那么这一道声音对你起了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鼓励你提醒你变策 还是让你怀念 你可以写在 彷徨 失落 或者是叛逆的时候 这把声音 起到了什么作用 可能是当你叛逆想要逃课的时候 这把声音就让你决定要赶过自新 好好读书 有什么 有很多的 如果是钢琴的声音的话 就可以勾起 想起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什么东西 你们几个 要记录啊 要写这把声音到底对你起了什么作用 它提醒你要 起床去上课 或者是 你们刚才写有歌嘛 所以你听到这首歌 它可以鼓励你 要坚持下去 等等都可以 这首就要靠你们来填一下了啦 所以这道牵动 你们心灵的声音对你们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是一首要看 什么 对 你 我 上课 你 不 起到什么作用 你们 选择的牵动性 您的声音 我被你raise还是要回答 如果是技术很多的 它可能可以起到的作用是 鼓励你要好好学习 珍惜时间 或者是钱币的声音 提醒你不可以浪费钱 有很多 其实声音有很多很多种 我们来看 刚才内容奥就写了 这个声音对你起到的什么作用 既然它对你 这个声音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 我们又从这个声音里面 得到什么启示 让我们觉醒 悔改 努力还是珍惜 觉醒是从错误中醒来 不可以再做错事了 让你发现到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悔改也是 悔改可能可以是 父母的声音 你听到了后 就 要改过这件事情 不再懒惰 或者是这把声音 提醒你要努力读书 珍惜时间 等等 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把声音让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刚才我是谁写了这么多声音出来 我很好奇 这些声音对你有什么帮助 如果耳聋的话 他们有学手语的吗 听不到他们就用看的啦 如果是 如果是动物的声音 可能是宠物的声音 带给你的启示 就是要好好照顾宠物 不要疑似啊 让它发生什么意外 这些也是可以的吗 每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 多耳听又耳畜 内容2是作用啊 内容3是带给你什么启示 Foon call for stress 等下你就自己编故事 你会夺命连环call吗 感到压力 如果是一直响的电话声 可能就会让你得到一个教训 要 不可以再犯那个错啊 可能是 要准时完成功课 有很多的吗 内容4 getting了后 知道声音 对你起的作用后 如果你也得到了启示后 那么你要用什么行动去回应它 就是你已经从这个声音 得到了启示了 你已经收到了 那么你就要去回应吗 可以怎样回应 可以有感恩改过或者是发愤 发愤图强努力读书 感恩在困难的时候 曾经有人帮助过你 让你改过自新 因为我们听了教训后 绝对不要左耳听右耳出 我们要听了后 就要以心动去表示 用钢琴声的话 就是 让我想要 努力地学好钢琴 很多啊 这些故事 只要发挥想象力 都可以做得到 记得啊 所以要写 什么声音给你牵动 你的心灵 然后 这把声音对你起了什么作用 得到了什么启示 要怎样去回应它 才可以对得起这把声音 我们来看结尾 结尾的话 通常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 学生会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会 虎头蛇尾开头 内容写得很好 可是 因为考试时间到了 结尾就随便写 所以就导致 开头写很好 可是结尾 很短 有点不连接 所以结尾可以用两个方法 手尾呼应结合全文 就是开头写了什么 在结尾的时候 你再重复多一次 但不要招操啦 你要改 因为 可以发挥感性的文章 可以在这一段大量抒发情感 写出一些感人 让人感动的句子 可以写 这把声音让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一定要有连接 有记录吗 记录下来吗 嗯 这标签这么不好的呗 你可以把它换成可能发生车祸啊 听到那种刹车的声音 可以牵动你的心灵啊 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小心过马路 有谁吗 有谁就时间也到了 自己退啊 拜拜 拜拜 要写啊 希望你们会写这篇作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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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跟 病独播剧场——